今天我們來到Eagle Wynne Blvd 看一間Townhouse三房的Townhouse 現在開價八十九萬左右 在Skormish那裏 為何我會在這裏呢 首先因為早前拍了幾輯 就是 Whistler Scormish 系列 有些客人叫我回來 他有興趣看附近的Townhouse和Condo 這一天我就和一個看Townhouse的客人 約了看David的Townhouse 有一間Listing 看他那間Condo Unit的Townhouse 三房三廁所 看見附近有山有水 非常之美 我進來C to Sky Highway的Driven 非常之美 很放鬆 這整個屋苑是十二年 他就做他那些管理 做他那些Upquery 做得非常之好 這一個單位 就是現在由原業主住 他就會搬出 將會有些時間 他就要長一些成交來 做回對接 最適合我的客人 是投資者來的 在香港回來 就想買一個單位 或者這個就適合他的Closing條件 我們不如事都不宜遲 我們去看看 OK 我們現在進入圓關 這邊會有一個雙車房 雙車房 稍後我會展示給大家看 它是前後泊車的 前後泊車之中 外面有一個很短的Driver 就不夠泊車 所以最多是兩輛車 它有Visited Parking 這個有一個小的圓關位 放了一個閘櫃 有些磚櫃 一個玻璃的大門 給多些光線進來 因為這裡是窄窄 這條床是unit 都可以的 有個樓梯 上去二樓 我們現在再去 我們過到這裡 就會看到客飯廳分明 Kitchen在這邊 然後這個Dining Room 是很長很闊的 那邊有個Living Room Living Room後面 就有一條樓梯 上去樓上的三間房 前頭和後面都有一條樓梯 後面的樓梯是向東邊 這邊是向西邊 兩邊都有一個大山 但是它一由東邊過來 很多個太陽港都進到這裡 平時 我們先看看Kitchen 我們過到這邊 看到廳的另一邊 有一個很大的工作桌面 有一個L型的石面 這張桌子是不包裹的 但如果要買的話 都可以給它進去 因為這個沒有確定在這裡 所以道理上它可以拿走 但如果你想要的話 就跟它說 在一個合同那裏一路說 這個工作桌子有個大的窗門 向著東邊 下面我會展示一下 下面有幾個Planters 還有一個窗門 因為這個戶主是警察 即是做警察 它有一隻警察狗 它在Stratta 拿了一個Permission 又放了一個窗門 如果不需要的話 可以拿走 買那個就決定 我們這裡就捐到 那個大的Pateo 過去看看 去到那邊 它外面有一個大的平台 放了一個Pateo 放了一個Pateo 這裡也有蓋 一半都有蓋 所以也不會撇雨 撇到這邊 外面有一個大的Fence Joint 它放了一個 剛才說的 放了三個Planter 那些Planter可以種花花草草 它現在先送了一些果樹 那裏有一個Police Dock 在那裏 我們過一過 反過來看一看 這個Kitchen Dock 接著我們在那裏 它看到一個大的Kitchen Dock 現在它放了一個大的Standing Desk 燈少了少少 沒有那麼乾 這個大櫃背後 它說其實是一個Rough in Plumbing 可以放一個Powder Room 這個選擇 可以到時放又可以 不放又可以 我們過到那邊看看 那個Dining Room 和Living Room 這個Dining Room 剛才我們都看到少少 這樣就寬闊 一個樓底夠高 十尺樓底 一個大樓桌吊燈 兩個採光窗 一路由Kitchen 一路滑走到這邊的Living Room 我們過一過來這邊看看 Living Room 因為它很漂亮 我們過到這裏 就會見到 我們剛才沒有說到 這些木地板是原裝的木地板 跟上Kitchen的Appliance Stone Counter 都是原本的 這個地板都是原本的 它做了甚麼改善呢 這幾年來它換了地毯 從二樓上去 一開始是地毯 還有換了一個新的Wash and Dry 我們這邊看到 它有一個木的Mantle Gas Fire Place 這間屋是用Baseboard Heat 除了這個位置之外 有Gas Fire Place 它全部的房間 廳和Kitchen都是用Baseboard 有很多窗 有很多Latural Light 從這裡 因為Cornet Unit 因為Cornet Unit 有一個優勢就是這樣 前後的Pateo 前頭的很闊 在Living Room 看出來 就是看到自己的屋苑 Driveway 以及對面的屋 都不會很近 這裏看到的Pateo 就是覆蓋的 有蓋子 有個全天下的Pateo 起碼都可以用 下雨都可以用 我們上樓上看看那三間房 OK 由中間那一層 上到這邊 就要看到一個長的走廊 兩間房間 和頭房的主人房在這裏 這裏有個衣櫃 Linning Closet 跟著Linning Closet的斜對面 就是一個Wash and Dryer Wash and Dryer 就是用了一個新的 剛才說了 用了中型的Wash and Dryer 這裏也找到Water Boiler 我們先過來這邊 看看那兩間房間 我們過來這邊 就會看到一間房間 很大 樓底一樣有10呎高的樓底 有一個對角窗 因為這裏亦是Conner Unit之中 這個好像差不多是獨立 不是 因為始終都是這邊的Conner Unit 這邊是貼著旁邊的房間 這個Conner Unit 變成有兩個大窗 這邊的私隱會好些 這邊是一個Full bath 這個Full bath 那裏有一個門 一起Sharing 在這邊鎖了 那裏就無法進入 我們過來看看 我如何解釋這兩道門的Bathroom 房間在這裏 有一個拉門 這裏拉住 這裏有鎖頭鎖 這裏也有一道掩門 那裏剛才是走廊 外面的走廊 這間廁所是一個Full bath 是一個Bath tub 鎖住 這個門又可以鎖 這裏門又可以鎖 所以如果誰在使用的 我們來看看Bathroom Bathroom很大 有個Bathroom 沒有地熱的 一個普通的磚 一個大的Tub Sucker Tub 跟著一個Tub 因為樓底太高的關係 它上到這裏也算了 那些磚 兩個Piece Bath系列 一個水龍頭 一個手持花札 這裏有一個大的採光窗 就是這裏 for bathroom 一個大的抬頭 一個AO 露營的抬頭 一個用了Natural Stone 石面 然後有一個大小的 這個洗手間是Share with 這兩間房間 我們過去看看旁邊的房間 這間房間 現在做了一個Nursery 我們進來看看 這間房間是真的Nursery 它真的戶主有個小孩的 所以它現在買了一間屋 在附近等交收 所以它這個成交是想長一點 它這個房間是超大 不是超大 樓底是超高 這是一個十尺 起計的樓頂 再斜頂斜上去 很高 現在做了一個Nursery 但如果可以做書房也可以 放一張單人床也可以 雙人床也足夠 放到下來 都可以做到三篇落床 這裏有一個小的closet 我們看完這邊 我們過去看看主人房 這間主人房 剛才說了是不夠東面 由於它真的夠闊大 而且樓底夠高 放到一張king size 床之外 還可以放到一個 大的五桶櫃 它沒有放電視 有一個名字之外 睡房放了電視 有段時間都睡不到 這個圖片是無車無檔 可以看到山景 以後都可以看到 因為對面 建造了這堆 condo之後 都不會阻絕你 已經成了定局 所以可以看到山景 這裏也看到自己的前軟 這裏有一個walk-in closet 還有一個master bath 我們參觀一下closet的大小 我們先看看 這裏是master bedroom bass 它們用了一個企光的設計 雙升盤 一個大的石面 一個大的櫃筒 一個小室外的碼筒 就在後面 今天先看到這裏 這裏是否有個小室外的碼筒 一塊小室外的碼筒 有些碼筒 是一個碼筒 但是我們就要來 要是一個碼筒 它們可以看到 它們的碼筒 就在那裏筒 它們可以看到 它們的碼筒 有個碼筒 用這個碼筒 在這裏筒 自裏筒 是一塊碼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